大家好,我是你们最爱的琪琪 这种植物开花了 它叫凤仙花 也是一种很好的药材 具有和血,消肿,化瘀,清热解毒等功效 做盆栽也是非常漂亮的 开的花是小红花 而且这个花是隆历的五月六月开的 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开的 小红花非常的漂亮 它的叶子的边上带有小彩 仔细看一下 对叶生的 对叶 这花瓣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看 如果有需要做盆栽的朋友 或者需要拿去泡脚的朋友 可以跟琪琪置一身 凤仙花 如果说不知道它的功效和作用的朋友 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凤仙花的功效和作用 它还可以治疗灰指甲 但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试药都有三分读 不能随便浪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